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珊瑚非常特殊 它特殊到一般我們在我們常見的珊瑚礁 找不到它的蹤跡 它只有在很多邊緣型的這種棲地才找到 像是我們今天所要保育的這個大潭藻礁這一塊東西 這樣的一個珊瑚的特殊 它本身又是生活在一個非常潛水域的 這種地區浪非常大 所以到目前為止 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偏研究證明 在多培孔珊瑚這類的珊瑚 能夠進行所謂的移植或移地富裕 經過學者不斷的質疑之後 現在中油公司其實在三個月前 就不敢再說藻礁移地富裕了 可是沒想到我們的部長竟然在接受 我們的立委質詢的時候 還是說了這個這麼荒謬的話 所以我們很懷疑 經濟部開發單位和我們中油之間 根本就是基同鴨獎一樣 他們的行政系統之間是完全沒有辦法銜接的 就是一面建設一面就開工了之後 這邊也就同時富裕 他想請教我們組長的看法 好抱歉這個部分 因為我也是從媒體上面去窒息 這樣子的一個可能部長這邊的說法 但是實際上我們也沒有看到他 實際上的相關的一些規劃的內容 所以這個部分我就暫時沒有辦法回應你 第一個我還是要先了解一下 他移地富裕 他的實際上他的規劃的內涵 才能夠就他的規範內涵裡面 去做一些相對的一個評估 那當然我們在相關的法規裡面 事實上也有到 就是你如果要去針對這些保育類野生動物 去做一些相關的一些行為的時候 必須要依照規範來做申請的一個動作 那這裡我補充報告 依據施地法是必須先有成功的案例 才可以開始做相關的補償措施 這類的在朝鮮大的遺址是非常難成功的 那對於剛剛這個潘理長所講的 經濟部長所說要一邊呼籲一邊所謂的建設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你得要找出一個科學方法去說服 不只是我 還有目前已經將近六千名國際支持連署的這些 不管是保育人士或是學者 來說服他們你們的方法是可行的 依照過去的經驗 去從事於三五一地所謂的這個遺址的這個實驗 至少兩年到三年快著 慢著四年到五年 如果中友這樣搞下去了以後 他對於整個蔡英文總統要非核家園的2025的時程 到底是誰在當務 不是環保堂女在當務 是中友本身在當務整個的時程 過去我們說要畫大潭藻礁或者是包括白玉藻礁在內的保護區 請他們畫設這個保護區 我們把請願書已經送到農委會也送到桃園市政府 那我們先是看到桃園市政府說他們不太適合 因為這個是跨縣市的應該由農委會這邊來做 結果我們又接到農委會的回文說這個地方政府就有權利畫 所以請你們先畫 兩份官文來了之後就沒有看到這兩個單位去畫 它的威脅事實上它是一直存在的 因此我們認為這種是有緊急而且必要的一個情勢 那當然我們也會擔心桃園市政府 他為了經濟掛帥來犧牲這樣的一個自然保育的一個初心 所以說其實與其桃園市政府他們這樣的一個晨暴劃定期間 導致生態遭受不可逆的一個破壞 那事實上我們中央的主管機關 也就是行政院農委會呢 應該立即透過野生動域保育諮詢委員會的認可 進行劃定大潭藻礁 柴山多杯孔珊瑚野生保護區 這個部分我們認為行政院農委會則無旁貸 柴山多杯孔珊瑚確實是非常珍貴的這個保育類野生動物 那依照我們野生動物保育法的相關的一個規定 事實上它列入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後呢 它是禁止虐待獵捕跟載殺的 中央大學的研究報告在近期出來之後 我們針對裡面提供的一些保育上面的一些作為跟方式 我們再來新加的一些桃梁桌梁 那確實有比較好的一些保育措施的話呢 我們也會遵照這樣子的一個相關的一個建議 來往後繼續再走下去 我們台灣的有一個很棒的法律叫做環境積分法 那第二條就有提醒我們永續發展是什麼 我們永續發展是滿足當代的需要 同時不要損害後代馬鈴基需要的發展 那我們那個藻礁是不是一個需要 是一個需要 是很清楚的 藻礁我們現在研究的非常非常少 所以它我們每天都在發現新的物種 新的那個現象 所以這個我們台灣的不要用那個短暫的開發的經濟的利益 來犧牲我們後代的權利 財山多貝孔珊瑚呢 目前已經是一級保育類動物 按照野生動物保育法的規定 如果你不是用在學術活動上面 而進行破壞的動作 或者進行騷擾的動作 這個是會有刑事責任的 我們在此呼籲 這個不管是中油也好或者經濟部也好 不要把責任推卸給第一線的施工人員 不要把他們推卸 推到這個刑事責任的邊緣上面 而我們公民團體呢 針對這個部分 一旦只要發現有任何的騷擾行為 破壞行為 我們一定會展開刑事的告發 今天我來這邊心情非常複雜 因為這個珊瑚是我命名的 我花了我20年的時間 然後去追尋這個珊瑚 然後做珊瑚的分類是一個非常艱苦的工作 那他得要花很多時間做文獻的整理 就可以了 可是我們花了20年的時間 終於確定這個物種的名字了以後 我們也花了五年的時間 跟農委會申請將他列為保育類動物 中間有無數次的這個文獻書的玩法 我沒有想到今天我身為命名的這個學者 本來應該是一個很快樂的事情 那我也得要來這邊 來自己的珊瑚自己救